這題我們先看A小題 A小題也有三小題 我們看大F滿足這個關係式 小F是大F的微分函數 第一小題要證明 小F具有這個性子 第一小題要怎麼證 要證明這個式子 0到X X是任何的時數 F A-T D T 會等於多少呢 會等於0到X FT DT 這樣的話這個函數 就跟這個函數完全一樣 就是說我們現在有兩個不同的函數 FT DT 如果對於 任何的X而言的話 這兩個函數都完全一樣的話 那麼這兩個函數就會完全一樣 為什麼 因為這個代表什麼呢 代表這個 曲線圖形底下的面積 這個代表曲線圖形的面積 那這一條曲線就是F Y 等於Fx 另外 另外的話 這個的話也是代表 曲線圖形的面積 如果兩個曲線圖形的面積 是完全一樣 任何X都一樣的話 那麼這兩條曲線就會完全重點 好 我們現在 來證明什麼呢 證明這個式子 看會不會一樣 好 現在就開始證 這個的話 我們現在給它變換變數 我就令 令A-T 這個是等於Y 好那這樣的話 這是 當你這個 T等於0的時候 T等於0的時候 Y就等於A 當你T等於X的時候 T等於X的時候 Y就等於 A-X 那這M Y DT DT等多少 因為這是常數 負的DT 等於DY 好那這樣子的話 我DT代成負的 DY DY 好 讓我們曉得說 這個 這個函數 積分以後 等於大的F 所以這樣會等到 負的多少 大F Y 他帶上下線 A到A-X 所以等負的多少 F A-X 減掉FA 0 A-F 滿足這個關係式 就等負的F x 所以是負的 負的F x 被剪掉了FA 但是FA 你把X帶領的話 FA是等於負的F0 所以 Fa是等於負的F0 所以這個就變成負負得正fx 有三個負的,一個負的,兩個負的,三個負的,減掉f0 那這個就等於多少呢? 這個就是等於0到x,小f呢,t,dt 因為大f是小f的積分函數 這個積分函數就是fx,ft再上下線 所以就得到這個東西等於多少? 等於0到x,f呢,t,dt 那我們為什麼要用積分? 因為積分的話才會變成大f 那我們只知道大f它的規則 小f我們不曉得 所以我們要利用大f的規則來證明小f 所以這樣呢 這樣的話我就得到說f a-x 因為它對所有的x都對 所以這個兩個函數也是完全一樣的 等於多少呢?fx 這樣的話就得正了 那我們來看看第二個 第二個的話怎麼正? 我就利用這個式子把它帶進來 我們看第二個 第二個的話我就利用第一個 我從這裡正過去 0到a x fx dx 等於多少呢? 等於是0到a x的話 x 那f a-x dx 好,那我現在一樣變換變數 我就利用 a-x 是等於y 那這樣負的呢 dx 是等於dy 所以呢 這個就變很大 變成是0 然後這個x 當你x是等於多少? 等於0的時候呢? y就等於a 當你x等於a的時候 那y就等於0 然後現在是x 那x 現在x是等於a-y x代多少呢? 代a-y 代多少呢? 代多少呢? y dx的話是等於負的dy 那負負拿到錢的去 dy了 好,那這樣的話就等於多少 那因為這裡有個負號 那我把上下線顛倒過來 負號就沒有了 所以呢 是0到a 第一項是afy dy 第二項多少呢? 第二項是 0到a y f-y dy 好,這個y的話只是變數 所以我就換個名字 換個名字 換個名字就是 0到a 那a可以抽出來 換個名字 就a 0到a fx dx 整掉呢 0到a x fx dx 好,那我把它移過去 移過去的話 然後這兩項是一樣的 這兩項是一樣的 這兩項是一樣的 我把它移過來 就得到呢 兩倍的 0到a fx dx 這個等於多少呢? a 0到a fx dx 等於2 等於2 0到a fx dx 等於2分之1 a 0到a fx dx 這樣就得證 這樣就得證了 好,這我們看呢 證明第三個式子 這第三個式子 在這裡 事實上這個等於0 為什麼? 因為你x帶0的話 fa就等於-f0 所以呢 fa是等於-f0 所以這個抵消 事實上這個是等於0 好,那我們現在 給它做形式上的證明 它要你用那個分佈積分號 把這第三個式子給算出來 好,那我怎麼利用分佈積分號 我令這個叫1乘以內這個 那我就積分機這個 微分為這個 這個點多少呢? 我給它積分以後是x fx 然後帶上下線 0到a 減掉多少呢? 減掉fx 然後呢 乘以fx微分 fx微分就是小fx 小fx 這是dx 這是0到a 好,那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的話題就是等於多少 我上線是帶a afa 減掉2分之1 減掉2分之1 減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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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們剛剛已經證明了 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這個 是等於這個 剛剛已經證明了 減掉2分之1 減掉2分之1 0到a fx dx 下線是等於a 減掉2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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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一項減這一項的話 這1減二分之1 就剩下二分之1 二分之1 剩下二分之1 這個是 那個 A ama減掉二分之1afa 所以剩下二分之1afa 那1可以提出來 剩下二分之1 afa 剩下一個 負負得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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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負負得正 F0 這個四字差不多是等於0 那第三個四字就得正 我們來看看這個 第1小題 第1小題 它是說 利用A的結果 來算出這個積分 這V的話 要利用上面的結果 來算這個積分 這cos x x 加上3x 加上多少呢 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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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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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等到,這跟原來是一樣的,只是多個戶號 這一項都要等這一項,這一項跟這一項一樣 所以是戶等了Fx 所以滿足這個條件 那滿足這個條件的話,那我就可以帶這個公式 帶這個公式下去的話 就是說,是積分,這是F 所以積出來的話,就是2分之1多少?A 然後多少呢?Fx Pi 加上F0 但是問題的話,就是說 這F滿足這個關係式 滿足這個關係式的話,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就是說 Fpi的話,比較代0 就F pi 這等到,等於這個代0 這個代0等於這個代0 就負F0 所以我就想說Fpi是等到 等於那個,這等於2分之1 這是pi 等於2分之1pi 所以答案一定是等於0 所以答案一定是等於0 或者是你還不相信的話,那我們就直接代 代的話就是2分之1pi 那Mpi的話,你要代pi 這Mpi的話,從這裡代 就是cospi 1的0pi 加3pi,3pi就是0 加多少呢? 1的多少呢? 這pi就沒有了 3pi是0 所以1的0次方 這是-1 所以-1乘以多少呢? 1的pi次方 加1 Cosin 0 Cosin 0 1 2 1 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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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一的π之方 一π加一 花都消掉 所以答案是這裡